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时科技新创意 新产品 新发明 这里是时尚科技秀 大家好 我是郭申玉 微观世界里藏着许多有趣的科学奥秘 想要用肉眼观察到神奇的微观世界 就需要显微设备的辅助了 传统的显微镜比较沉重 只能满足在室内特定的光源下来进行观察 不能满足户外的观察需求 今天我就带您体验一款 可以随身携带的显微相机 把科学实验室装进口袋里 我手上这个只有八掌大小的相机 就是能够拍摄微观世界的显微相机 只有200克重的显微相机 真的能够在户外的光线条件下 拍摄到微观世界吗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体验一下 显微相机的操作方法非常简便 它可以通过APP与手机连接 利用手机拍照软件 就可以轻松记录显微镜下的微观世界 我们将收集来的植物放到观察柄的底部 通过显微相机就可以清晰地看到叶子的脉络 无论是鸽子羽毛还是向日葵花粉 在显微相机下都可以看到它们细致的纹路 这款小小的显微相机是如何拍摄到如此细微的画面的呢 这台显微相机采用了1300万像素的电子图像传感器 搭配自动对焦技术 无需手动调整焦距和光线 即可把显微镜观察到的影像 以电子成像的方式展现出来 让我们能看到平时肉眼无法观察到的微观世界 显微相机还设置了四颗高亮度的LED灯 可以在各种光线条件下满足显微成像对光线的要求 它能够快速适应不同的光源条件 即便是第一次接触这款相机 也可以快速上手 显微相机的实际观察效果真不错 带上这台相机出门 就好像随身携带了一个小小的实验室 让每个人都能以简单轻便的方式 领略到微观世界的科学魅力 放新无止境 科技也时尚 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智能外卖柜 台主 展示科技 新创意 新产品 新发明 这里是时尚科技秀 我是西凯 刚才的场景您是否也经历过呢 每到就餐的时候 大楼里人来人往 随处摆放的外卖 不仅卫生得不到保障 还容易被人误拿 那么有没有一种办法 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呢 智能外卖柜 是一种全新的 无接触配送方案 它就像是快递柜 外卖骑手扫描屏幕 存入外卖 顾客扫描二维码后 输入手机号后四位 取出外卖 不仅避免了误拿外卖的情况 也能最大程度地减少 人与人的接触 避免人员聚集 智能外卖柜的出现 解决了外卖被误拿的问题 可如果只是这样 那么智能外卖柜 就远远谈不上智能 我这里呢 现在有两份相同的外卖 它们分别在大厦的前台 和智能外卖柜里 放置了一个小时 现在我们就用测温枪 来测试一下它们的温度 放置在大厦前台的外卖 现在温度只有19.2度 而放置在智能外卖柜里的外卖 现在仍然有37.2度 您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在智能外卖柜里的外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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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置无止境 科技也时尚 接下来请收看 时尚新科技 智能钢琴 展示科技新创意 新产品新发明 这里是时尚科技秀 我是小玉 刚才我弹奏的那支曲子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其实这是我第一次弹钢琴 是我面前的这台智能钢琴教我弹的 智能钢琴内置了一套互动教学系统 在这块4K高清屏幕上 不仅能显示在线乐谱 还拥有钢琴游戏 动画钢琴课程等互动功能 把钢琴练习与有趣的游戏相结合 既能帮助成年人快速上手一首钢琴曲 也能让小朋友感受到钢琴的乐趣 现在许多学校都开设了钢琴课程 在课堂上老师们常常担心 他们不能有效地辅导每一个同学 那有没有一种方法 能够让老师清楚地了解 每一个学生的水平 智能钢琴教室给出了一种方案 走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归功于智能钢琴的互联控制功能 由多台智能钢琴组成的智能钢琴教室 让老师在课堂上 可以控制教室中的每台钢琴 同步开启练习课程 练习结束后 智能钢琴会分析学生的弹奏情况 根据音准 实质 节奏三个方面 生成一个练习成绩 帮助老师直观地了解 每个学生的弹奏水平 智能钢琴之所以能判断学生的演奏水平 主要归功于其内部的光感芯片 学生每次落下琴键的位置 力度 持续时间 都会通过光电传感器 转化为电信号 传感器上的光感芯片 再通过分析收集到的电信号数据 来判断学生的演奏水平 生成练习成绩 有了智能钢琴的帮助 像我这样 对钢琴一窍不通的小白 也能慢慢上手 流利地弹出一首完整的曲子 发现演奏的乐趣 智能钢琴的出现 提高了一对多钢琴教学质量 让越来越多的小朋友 有机会接触到优质的钢琴教育 相信随着科技的发展 在未来会有更多的小朋友 有机会学习到不同的乐器 聆听音符的跳动 享受音乐的美好